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KELT9B,位于600光年外的天鹅座,由于它围绕主恒星运行的轨道距离只有地球到太阳距离的三十分之一,KELT9B已被它的太阳紧接锁定,永远以同样的半个球面对着极主恒星。 KELT9B绕行的主恒星是一颗A星主续星,表明温度高达9000度,导致KELT9B向阳一面的温度高达4330度,是一只系外行星中温度最高的,甚至高于所有M星恒星和大部分K星恒星。 进一步的观察发现,KELT9B拥有延展的大气层,并接近行星的洛西版,证明其大气层正在快速逃逸。 在KELT9B的大气光谱中,科学家们还意外发现了铁和钛等重金属的吸收光谱,说明其大气层的高额离站重金属气化,大多数分子都分裂了,只存在半个的原子。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在系外行星的大气层发现金属的痕迹,对这颗行星的观察和研究结识了我们地球未来的悲惨命运。 在未来的75亿年中,地球的自转将越来越慢,逐渐被不断膨胀的太阳锁定,就像今天的KELT9B一样。 那时,地球向阳面低温度将高达2200度,玄武岩将融化,地球表面将形成沸腾的岩浆海洋,布盖整个星球的向阳面。 大气层的风暴会将气化的金属云卷到地球的黑暗面,在交界处的木光区,铁和硅等元素会铭集起来,形成岩浆和金属阶堤,从天空降下铁雨和岩浆雨。 如果那时候人类还存在的话,用什么雨伞才能保护我们的脑袋不被砸开花呢? 在更冷的黑暗区域,金属蒸汽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雪花。 从天空缓缓飘落,想想这样一幅美丽的场景吧。 慢慢长夜,天空飘荡着金亮的铁雪花,当你用手想揽一碰,送给女朋友的时候,却被锋利的铁雪花刺得满手是雪花。 当然,那时候我们人类如果还存在的话,是肯定不会还在地球上的,或者科技的发展,早已让我们把地球移到更一致的地带去了。 或者就干脆装上行星发动机,去浩瀚太空寻找新的家园去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